怎么了 老板 嗯 你这儿换发动机多少钱呢 换什么 发动机 对直接换这个啥 换现场 是 把整个发动机都换了 对直接换走车 为什么换发动机啊 你看我这车货走着走着啥了 直接直接你坐这台车直接走啊 没劲儿 差距都没有 我先看啥情况嘛 好吧 那现在先看一下 您开上来往上开点 吸火这么严重啊 是 折着吧 折着吧 我这抖车我就直接开不上去 现在就没劲儿了 现在中央 这车那车穿啥了吗 是 我先看一下啊 你先看一下 你这钢线跟连五年轿换的都是新的啊 新的嘛 就因为车堵嘛 这换的新的嘛 一套进气全换的新的嘛 好哇塞 进去啥都洗过 都新的啊 走得厉害 你给下油门我看看 你 你 好啊 好 洗了吧 洗了吧 灭了吧 你 现在这个冒蓝烟冒的严重 就只能大修了 只能大修啊 对 那你这大修一下多少钱呢 大修一下的话 我 反正全下来也就是个两千多块钱 靠 你你你这给我扯犊子吗 我我我我在网上全部看过了 我错 我家下来连修带一啥都带着 干嘛的带两千多 你修一下就两千多 不是 你修压太黑了 咋回事吗你 你这个 你你在网上看的换发到你 对啊 嗯 两千多块钱包过的 所以我现在快点过来问一下 看合适的话我现在把这事就办了 反正现在我这里的话就只修不换 你只修不换呢 对 那我自己买回来你给我装不就行了 我现在的意思就很简单 我买回来你给我一装 别的别的别的没啥事 你买回来我给你装也可以 你看呢但是我给你装 我不不保你有任何问题 就是说我现在给你装上去 你买回来以后 嗯装上去一旦是产生说是 哪有异想或者什么的我都不保 能力修但是修手工费你另外出 或者是你需要再换发动机 上去有问题再换 又是一千五 就是这么个问题 那你意思就是说装完 我不保任何东西 就是你确定你给我装好 对 对吧 然后这后出现是安空气你们不管 对我不保任何东西 那这咋回事吗 好多人你先让我打 你先先等一下 你先让我打吊了一下 人要换发你脾气这么大了 这车也没架子 我跟你说肯定在其他地方挨窄了 什么都是新的 我告诉你说它肯定是修处 好 那我要是在你这大修 你这怎么说 大修就是两天多块钱 但是我敢保你 保你两年十万公里 那中间有啥问题是咋咋 只要我这车我修好以后 关于发动机任何问题 别管是烧机油 还是说缺缸没劲 但是不排除它是别的配件可坏啊 如果是发动机导致的 会直接性问题 就像你现在烧机油导致没劲了 或者是敲杆 或者叫杆敲杆 这些问题我都给你报 那我以为我去别的店 我去别的训练 问过啊 人家说是你这大修完之后 就是还可能有小毛病 只要不如换新的 这这才是我直接来 我直接跟你说发新发动机的理由啊 要不然我不会换的 不是这个东西啊 我现在只能这么跟你说 这车 这是个465的发动机 我修过好多也换过好多 但是换的这些东西呢 我不敢保证 因为为什么呢 之前换的东西老产生反攻 甚至说上去之后 我当时就有问题 然后再再端掉 直接再去换的也有 你说这个损失谁来出 我出吧这不可能 因为他不是我的东西首先 所以说这就导致了 我现在不爱换 只修 但是我修好以后 我敢对我自己装的东西有利益 我敢保你 就是这么个问题呢 人家修还有价值吗 我现在我基本上 他东西被我都换完了 全新的 现在就剩发动机没打修了 现在就剩开发动机了 这东西你自己决定有没有价值 你什么时候买的吗 我这年初买的 今年年初买的 今年年初 这是我这从学校上淘的 修的啥 对啊人家直接说 啥毛病都没有 让我直接那个啥 我直接拿走 我靠了8000 我花了8000 我现在我就幸福了 你轮胎新换的 我看 轮胎新的 我跟你说了 车里面就是我们 车里面拉 拿杂货拉走 车里面没收拾 外面基本上 外面这东西 你没办法收拾 里面发动机 我主要是想的机器好 别给我上 别给我在路上出问题 上次我开头之后 都没一个多月 反正直接抖 对 还有机器给我换新的 我直接 钱都给人家了 我现在给人家可以一万多 就是烧机油 一开始一点 稍微有那么一点 对吧 一开始发的 你口罩灯肯定没亮的 对 然后稍微有一点 越抖越严重 结果蓝叶帽的越来越严重 对啊 人家就跟我说 你们洗油路 洗什么洗净器 洗啥的 换了 我都换 他说换了我全换 完全我买人家车 又套了人家多块钱 给人家全部给我换成新的 你还说你换的那个价钱 那不能那么比 我还跟你刚才都跟你说半天了 反正我不换发动 你要是非得换的话 你就开头 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你这给我比比较几价吧 两千二就低了 两千块钱 搞搞搞 反正你痛快我也痛快 好吧 那我就 我这真的修最后一个 在你这修不好 车这才会报备 没必要 修好 那车放你这 我实现 我实现现在 你现在对时间没啥要求 你这给我修好 这出场问题 你现在把车车给我修好 行了 我对这时间现在没啥 没啥 没啥 那啥了 你帮忙了 你帮忙了 既然我说了 好你就肯定忙了 好 那 现在这个发动机 已经给他拿掉 下这个发动机非常好下啊 就这两边机脚 一拆 上面线插头一拔 挂到拉线一拆掉 OK 水管子一拔 他就下来了 现在只能是给他拆解了 我看里边啥情况 什么导致得烧鸡油 出场 吃人 《天朝的画面》 深夜市区 水管子 达万聚 达万势 达万聚 达万势 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面包咱们已经拆解完了 兄弟姐妹们 应该没姐妹 应该是兄弟们 他这个车呢 咱们是捡了一个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捡大漏了 因为刚开始拆的时候 咱们简单的做了一些检查 就是检查它的钢压 钢压的话都能达到 一旦钢压能达到的话 烧机油 极大可能性 就不是说拉钢了 也不是活塞磨损了 现在咱们看 活塞的群部 与这个钢壁摩擦的一个情况 它并没有划痕 也没有特别深的 这个拉钢的情况 所以说就排除掉 是钢筒跟活塞接出面 造成的烧机油 也不是活塞环 活塞环内的积碳 也不算特别严重 只有它的外部积碳比较严重 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保养不当啊 咱别管好吃 赖车按时换机油 对车的养成一个好的状态 它对你也好 而且它下部 一直轴 部位也没有什么磨损 一点花还都没有 属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反观之 哪里造成的烧机油 那就是尴尬了 尴尬的话 就只能是漆门油风导致的 漆门油风 由于时间长和保养不当 机油不好 都会导致漆门油风 快速的老化硬化 导致漆门在上下工作的时候 产生间隙过大 把机油带入到钢筒内燃烧 所以导致严重烧机油 机油下泄的特别快 导致活塞不能正常点火 那咱们是所有的清洗 都已经给它做完了 因为之前的话 它这个因为保养不当 导致里边积碳太严重 所以是给它做了一个大清洗 把里头全部都洗干净了 这样的话 更利于咱们维修 现在就是把漆门油风 重新装好 然后活塞环装配好 之后给它装到钢筒里头 就OK了 现在这个车 咱们已经全部装好了 排除了漏油漏水 剩下的就是把一些 其余的辅件一装 再去进行入室 没问题了就可以交车了 咱们现在就去算一算 这车到现在为止 咱们花了多少钱去修好的 现在那车咱们已经交了 这个车 我目前算了一些 大概的成本 就是机油防冻液 还有这个配件 加上清洗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全部下来的话 也就是不超600块钱 咱们自己挣的话 大概也就是1400的利润 所以说目前这个车主要问题是导致在哪 车主来了之后就说要换发动机 但是咱不知道里头情况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我就给你搞着去大修搞呗 他就说减肉减在哪 没有弹钢 也没有换活塞 其实换的话 这车的配件也没多少钱 所以说有可能就是排除了一个三四百块钱的费用 就是这样 然后挣的这个 目前是给它保两年十万公里 这个发动机保两年十万公里 所以说我自个觉得还是比换新发动机来的划算 而且这个原厂的发动机的各种工况了 运行比它后换的那种 我觉得肯定是要好的 知道吧 因为之前换过咱们在视频里头也说了 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 给它还是按的两千块钱的价格 然后保两年十万公里 把里头该清洗的该换的咱们也都更换了 其实导致的说白了 还是七门幽风 七门幽风老化过硬 如果说一开指的情况下 它只是检查烧机油 咱们只能是先从换七门幽风 如果说换七门幽风就不用拆发动机 只需要把七门石盖打开 然后把七门幽风更换就可以 只不过那样子比较稍微麻烦点 因为它这个发动机是属于一个在屁股底下坐着的 所以说针对车吧 咱们还是得按时保养 如果说你对它好 它也会对你好 像它这种严重导致烧机油过快 就是说明保养的没那么勤知道吧 导致里头积碳过多 然后机油不好的话 也会导致七门幽风过快的发硬 所以说尽量别用太刺的机油 好 好 好 我现在没说过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